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RT SIM18主题的待望演示站 前两天我又重新做了一遍 是在一个SD主机上做的 这台主机是新加坡的机房 国内访问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待望演示站的数据还是来自于 RT18主题论坛 还是2018年4月份的那个版本 文件什么的并没有变化 这次重新做待望演示站主要是两个原因 一个是WordPress 5.3 因为WordPress 5.3是一个比较大的更新 现在这个网站用的是5.3 还有一个是RT18主题的202 上次给大家放网盘上那个 虽然也是202 是2019年11月12号放的 350兆 但是它是RT SIM18 1995升级到的202 升级之后还做了一些小改动 这次做RT SIM18 是一个空白的WordPress 5.3 然后只安装了RT18主题 是202的 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安装 代望演示站 安装完之后还要做一些处理 比如说页角 还有首页的指定 等等吧 做了一些处理 用名密码还是Admin 这个没有变化 安装并调试完之后 我给它用插件做了导出 导出之后的大小是242兆 是2019年12月2号的版本 先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手页 Portfolio页 产品页 还有WooCommerce页 顺便我还把WooCommerce的商城首页 给指定了一个页面 他默认这些工作都没有做 他默认连logo都没做好 这个logo还需要手动改 还有右侧的电话图标和文字 他默认都是没有的 需要手动加 还有右上角的这些社交媒体图标 都是后来手动加的 除此之外还有购物车页面 比如这是商城页 加入购物车 右侧可以看到购物车 然后查看购物车 购物车的页面也需要手动给它指定 这个页面是带的 但是没有跟WooCommerce做关联 总之做了一系列的操作 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之后 我再做的导出 这样同学们在用Demo演示站的时候 会更方便一些 省着做这些操作 毕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个主题 还是简单入门更好一些 具体还原的方法 请看之前的课程 这个视频呢 就是和各位分享一下 最近更新了一个Demo演示站 好 这几个内容就到这里 下次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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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